你好 欢迎来到关系攻略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在兴趣爱好群里真的可以放飞自我吗 前两天呢 我们分享了在工作群和家长群中的一些基本法则 这两个群有一个共同点 退群成本非常高 工作群退群可能意味着离职 而家长群退群则意味着给孩子转学 相比之下 兴趣群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才存在 合则来不合则去 所以兴趣群中的交流通常是最放松的 但是呢 大家应该能猜得到 在兴趣群里彻底放飞自我这种事情 熊师傅是一定不会提倡的 事实上兴趣群是个宝藏 用心对待的话 你有机会从中取得非常大的收获 你不需要像在工作群里那样如履薄冰 不过只要你用一点心思在上面 就能有很大的收益 不同兴趣群有不同的玩法 普通的兴趣爱好一般可以划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 线上的主要兴趣爱好有影视剧和游戏 爱好者们就在电脑前参与兴趣活动 微信群是维系感情的主要渠道 线下的兴趣爱好啊 包括各类体育运动 摄影旅游和放生等 群的质量主要看线下活动的组织和参与情况 兴趣群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玩得更好 为了这个目的 线上兴趣群更重视信息和资源的分享 线下兴趣群需要群内核心成员付出精力 去组织活动和交流 那如果你希望在兴趣群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这两类群中的努力方向就是完全不同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下 在兴趣群里应该发泄什么 在兴趣群当中发言 除了要遵循我们本周一分享的通用原则之外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点 追求人们的最大公约数 数学里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概念 在人群中我们偶尔也会用这个概念 追求最大公约数就是选择大家都不反感的话题 想要成为兴趣群中受欢迎的人 最安全的做法是分享那些群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用得上的信息和资源 在影视剧群里分享热门剧集最新的预告片和播出时间 在游戏群里分享Steam的现实优惠信息 Steam是一个综合性的游戏平台 在旅游群里分享目的地的天气 徒步路线和需要准备的衣物装备 在粉丝群里分享偶像的代言 活动演出开票时间和未来半年的行程 除此之外 那些中立的科普知识通常也会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兴趣群里要注意的第二点是 不要发谁比谁更强这类的观点和文章 踩一个捧一个最容易引发冲突 每个人的好物不一样 如果你刚刚喜欢上京剧 进入一个京剧群 你觉得可能你们是同样的人 遗憾的是 一个群里也可能分喜欢梅兰芳和喜欢程燕秋的 要知道这两家的粉丝逗了快一百年了 那即使你加入的是一个成派轻衣爱好者的群 大家对当事演员的判断和看法也会有区别 所以最稳妥的做法就是 不出现任何捧一个踩一个的表达 你还记得我们总结的微信群特点吗 微信群中的社交是有压力社交 成员间彼此争夺注意力 可能存在一种准竞争关系 在兴趣群中发表比较的观点 容易让准竞争关系扩大为明确的竞争关系 在围观者的压力之下 最终导致非常激烈的冲突 审美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在群里寻求所有人的认同 多半是会失败的 会让你精疲力尽 私底下与看法相似的朋友小窗交流 这是更好的选择 那在兴趣群提升受欢迎程度 还有第三点 罕见的收藏品 如果你对某个领域有兴趣 一定能够通过各种途径 得到一些罕见的资源 比如1970年代的某个演出视频 或者是一本罕见的早期杂志 这些资源虽然不是你的 但是因为罕见 你的搜集和推荐 能够让群成员觉得有帮助 大家对你的好感就会上升 第四点 优秀的自制品 如果你有制作优秀内容的能力 你很可能会收获更多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能唱一段 而且唱得不错 固然能在京剧群里收获朋友 但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有总结归纳和剪辑的能力 也是非常可贵的 我还曾经看见过 有位网友剪辑出来的吊毛合集 吊毛是戏曲中一种 高风险的前空翻动作 这位网友把一些著名的戏曲 老先生翻吊毛的镜头 剪辑在了一起 这类作品比收藏品更需要花功夫 每个群里都渴望 有这样优秀的群友加入 第五点 无效信息坚决不要发 晒娃晒自拍 拉票求赞 这些无效的信息 在爱好群里 一样让人反感 不要因为没有领导上司 就把这些信息发到爱好群 如果经常这么干 群里的所有成员都会觉得 你不尊重他们 把大家讨论 共同爱好的地方 当成了一个垃圾桶 这些群固然没有领导来批评你 但也因为你不是 现实中的熟人或者朋友 所以你很可能会挨骂 或者挨怼 多拉两票 也就是一两元钱的好处 背怼一句 生意善武器 完全没有必要吧 第六点 不挑战争议话题 一些和群主题 无关的观点信息 比如中医 养生这类 既容易引战 又可能带来麻烦 自己不发 别的朋友发了 也最好不要评论 做到这一点 群主一定会感激你 那接下来 咱们再说一说 在兴趣群里 交朋友这回事 在之前的课程中 每当我强调 不要在职场上交朋友 就会有关系库同学留言说 自己的社交圈子特别窄 好像除了公司同事 完全接触不到什么人 如果不和同事交朋友 感觉自己 就完全交不到朋友了 缺乏合适的兴趣爱好 是不容易交到朋友的关键 做过招聘的同学 可以想一下 简历上写读书旅游的人 一般就是 没有兴趣爱好的人 有兴趣爱好的人 会写科幻小说 登山 兴趣最好是从小培养 看见好多人激烈的批判 送孩子上兴趣班的家长 说 我就觉得 我的孩子应该放飞自我 做自己就好了 这样的家长 都是脑子没有想明白的 一般来说都不爱花钱 也不愿意花精力在孩子身上 让孩子把所有精力 放在语术外上 使家长偷懒 以后他长大了 什么兴趣爱好特长都没有 会埋怨父母 不上心的 此外就是 别指望孩子 靠艺术特长上个好学校 最强大的家庭 才会让孩子学一些 不用来升学的技巧 升学的事情 应该是学生尽力 家长努力 从来没有堵在 一两个单项上的 许多从小 除了语术外 什么班都没上过的孩子 到了成年后 才去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 比如有的人 会二十几岁去学钢琴 有的会去学各种格斗 这是对的 人不应该停滞 拥有同一兴趣爱好的人 消费能力的差异 不会特别悬殊 尤其是摄影 旅游 这种本身就需要支出金钱的爱好 而大家所从事的职业分布 可能极为广泛 换句话说 我们有机会通过兴趣爱好群 结识到那些和自己经济条件相似 而所在行业完全不同的朋友 他们也许是律师 医生 警察 关键时刻 他们的专业意见 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 他们可能成为我们的甲方或乙方 有不少人甚至通过兴趣群 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此外 有些兴趣群里 有年轻人和中老年人 如果遇见同一个领域的人 后者可能会成为前者的师傅 或者贵人 那接下来这一个小节 咱们来说一说 兴趣群为什么会越来越小 如果你曾经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兴趣群中 长期蹲守 很可能见过这样的情况 几百人的大兴趣群 活跃度越来越低 一部分成员开始私下组建小群 这类小群的活跃度比大群高 讨论质量也更好 常见的建小群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 大群里发生了争吵 如果兴趣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群成员可能就此分裂成好几个阵营 这个时候 基本每个阵营领头的人 都会想要成立自己的小群 小群的成员在关键问题上立场一致 会是一个更加团结的集体 第二种情形 为了更方便交流 有时候虽然没有爆发冲突 但是群成员的偏好和看法 已经出现了明显分歧 尤其当部分成员和群主的观点不一样时 他们就会选择私下另起炉灶 减少在大群中的活跃度 第三种情形 线下见面的需要 有些同城的群成员会组织一些线下聚会 参与者们通常都会单独拉一个聚会小群 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的成员之间 自我暴露的程度会明显高于普通网友 这些人也更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朋友 总而言之 一个逐渐缩小的兴趣群 最后可能发展成稳定的朋友群 经过筛选和淘汰之后 群内所有成员除了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很可能还有着类似的经济条件 社会地位和审美偏好 大家互相成为微信好友 开放朋友圈 彼此的自我暴露程度更高 如果曾经有过一起聚餐出游的经历 还会交换真实姓名和支付宝账号 接着往下说 兴趣群里最不应该做什么 第一点不打架 兴趣群的成员之间 很少有真正的利益纠葛 又不是抢鸡蛋 又不是争金柯拉 炒赢了谁 你都不能得到一个好岗位 除了得罪人 只会让围观群众觉得 你是一个情绪管理能力不好 同时没什么正事的人 第二点不住危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 兴趣群的群主 或者群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在公共社交平台上和人有了冲突 号召群里的成员 去帮他怼人和骂人 这种就是弱者 而且他拿别人的时间不当一回事 提出这种不合理要求的群主 已经把群内成员视为自己可以支配的人 这样的群就可以退掉了 第三点不代购 有些群主会组织一些集资团购之类的活动 声称自己拥有某些特殊渠道 可以为群成员争取到更加优惠的价格 也就是本群成员专属福利 最好不要为了图一点小便宜 而参与这类团购 如果一个人真有渠道 能便宜拿货往外卖 他一定忍不住会在淘宝上开店的 支付宝交易能保障你的利益 微信转账就是点对点直接到账 很难往回讨了 最后多说一点粉丝群 粉丝群是一种特殊的群 一群人的爱好不是一个运动或者一个目的 他们爱的是一个人 除了日常聊聊八卦信息之外 很多粉丝群同时承担着线上输出内容 线下组织活动的双重工作 前两天有关系胡同学留言问我说 偶像的前同事在访谈节目中黑自己的偶像 现在两边粉丝互加 自己也和小伙伴一起去对吵了 但是感觉这么做并不好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告诉他说 你要相信偶像的经纪公司 娱乐产业归根结底还是一门生意 生意上的事情自然要回到生意场上解决 偶像明星的商业价值 不是靠粉丝掐架水平来决定的 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 片酬和国际化品牌的代言收入 想要支持你的爱豆 就应该专心工作 努力赚钱 买他的演唱会票 电影票和专辑 买他代言的产品 年轻的时候 给偶像剪一个小视频 批几张粉丝海报什么的 就能在群体中得到大家的尊重 但是如果努力工作 十年之后 你对偶像的用处就会更大 如果掌握了各种资源 能对偶像进行投放 发出工作邀请 成为帮得上偶像 和偶像一起赚钱的人 才是最有实力的粉丝 相反 如果只是去接机 举牌子 挥舞荧光棒 那就是小孩的追星法 就落了下风 多想想自己的偶像 十年后会怎么样 多想想自己十年后 能做什么 这就是 我读你不是昙花一现 我爱你 爱得细水长流 好了 以上就是关系攻略 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有哪些兴趣爱好群 在里面交到了新朋友吗 欢迎你在留言中 分享给各位关系户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